今天要慶祝我們 混屍突破一萬人 耶 我有買炸雞薯條配可樂喔 開動 耶 奇怪 你們媽可以吃雞嗎 可以啊 那你們雞可以吃雞嗎 我知道我知道 我想到親子丼飯比較厲害 就是那個居爸爸跟居媽媽的肉啊 沾雞蛋飽飽的汁液 然後再沾粉 全家一起下油鍋炸 嘿嘿嘿 喝可樂喝可樂 雖然我們達標有一萬粉絲 但是能幹嘛 老闆你好順利眼喔 嘿 你們也不想一想 我要花多少錢養你們 當然要知道粉絲能幹嘛呀 有這麼多粉絲來按讚來留言 就是對我們的肯定啊 能當飯吃嗎 你們知道當youtuber 如果每個月要有三萬塊收入 要有多少觀看量你知道嗎 不知道耶 這個知名的youtuber 他曾經在影片公開自己 每一個月的收入 平均啊 百萬點閱 才差不多三萬塊台幣而已 好辛苦喔 才賺一點點怎麼活啊 才知道 你看你們每一個月的表現 能夠跟這些youtuber比嗎 還罵我是冠老闆 有沒有良心啊 這麼一說 我乾是把你們全部file掉 我來請youtuber來上站好 既便宜又有能力 廣告成效又好 老闆你怎麼可以這樣 公司是要引力的 不然大家去接案子比較實際啊 不要做白日夢 我們又不是那群人 OK老闆 好不容易經營到一萬人 那我們可以來代言什麼嗎 來賺點業配 看得機 我們不是不賣 而是沒人買嘿 有一次我們就有代言情緒商品啊 沒人買啊 唉 我早就預料到了 你們是貓 我們是雞 你又不是人 粉絲當然不會買啊 你看那個 穿內褲廣告保險套的那個啊 和潤東 對不對 它就很適合代言情緒用品啊 我覺得我們跟粉絲互相還不夠了解 就像我是貓 你們是雞 粉絲有可能是海陀 為什麼是海陀 我們跟粉絲 也是透過FB才漸漸認識的呀 所以 我相信我們繼續經營粉專 Youtube 粉絲就能夠知道我們是認真的一群啊 唉 也是啊 好吧 我就知道我的眼光不會錯 沒有看錯你們 不會想要吵短信 騙粉絲 我們都有一直住著老闆家騙粉絲啊 我哪有騙粉絲 我是為了公司 把帥帥越描越黑 有一萬粉絲支持我們 我們一定要努力創作啊 YA 我們有一萬粉絲訂閱團 YA 要繼續關注我們喔 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好啦 製作完了趕快去工作 那個誰啊 收一下雞骨頭 因此 超級的